目前的市场的忧虑了就是今年多了中央银行会就是加息 而且呢那个有三间银行就是说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还有招商银行呢也有融资的压力 所以相信呢今年来讲了那个内营的走势应该不会太理想 尤其是那个目前那些银行呢也没有了表露那个核心的资本充足率 所以呢市场也是比较难以估算他们的那个融资的金额需要 市场目前预计呢那个融资的金额应该会达到就是去年呢 境外投资者那个减持的金额 所以呢那个抽资的情况应该也算蛮严重的 如果各行呢也是在配股呢 我相信呢应该低级来讲呢 他们的股价呢应该有回调的压力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要留意的就是 他们的新增贷款呢有机会在低级呢会增加 这方面呢也会为那个股价带来支持 所以呢投资者必须呢就是留意啊各方面的情况才做一个投资的选择 这样就是大家谈之后 也就会瞎 grunts 点头容 感谢观看